跟您分享好消息 高雄市的学生团队参加 2017澳洲机器人世界赛 荣获联盟总冠军 学长成居肯定学生优异表现 在今天市政会议上特别予以表扬 一起来看看 来自两所国中四所高中的六位大男孩 组队参加2017澳洲FTC机器人世界赛 为台湾获得第一个联盟总冠军 市长成居特别表扬他们 并且感谢指导的老师和教练 FTC选手为机器人竞赛中的高阶竞赛 除了需要机器人机械和程式的完美配合之外 结盟队伍更是考验了选手们的团队和默契 竞赛队伍要两两组成一联盟 挑选队友必须了解队友的优缺点 才能够互补达到互助的目标 所以这中间不完全是说机器人的部分了 你还要去了解所有参加队伍 他们的优缺点 那我们选择这个所谓的联盟的队友 一定是选择那种跟我们有互补性的 比如说我们哪个地方可能比较弱 他刚好可以补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来参加联盟 这六位大男孩其实都已经身经百战 拿过其他机器人世界赛的冠军 这次为了比赛大家都到了不眠不休的境界 除了有家长的支持之外 更需要强烈的兴趣支撑 才能够击败各国选手获得冠军 这个比赛也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就是需要去面对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也是要跟 就是要去配合 有一些可能自己比较不强的部分 就需要队友的帮助这样 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我们自己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有关这个FTC的部分 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应该也努力了五年六年了 那一直到大概两年前 我们为台湾拿到第一面的裁判团大奖 也就评审团大奖 然后又经过了两年的努力 今年终于拿到了这个联盟的总冠军了 市府教育局将配合中央推动的AI政策 以美国FRSC高中机器人竞赛主题 举办培训营 市长陈菊齐许学生 除了努力学习机器人操作技巧之外 也能够结合团队的营运管理 分析室思考 解决现实问题 并且持续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港东新闻林亭阳 赖以昌邦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